所以你有話要對這個事情嗎? 我就希望他可以多點Uber Eats 多吃一點 少說一點 他是去麥克嗎? 麥克不是明星啊 他只是一個路人而已 你說麥克是我老公嗎? 他已經鄭重的宣佈說 他只是一個那個 他不是明星 就是可以不用談論到他 之前都可以講了 是因為這一次被爆料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就是說他是一個路人 可以不要談論他嗎? 你被下風同意 我只能跟你講就是 麥克也很愛點Uber Eats 所以你有話要對這個事情嗎? 會開始比你的家會嗎? 我就希望他可以多點Uber Eats 多吃一點 少說一點 我個人非常喜歡點一家 某一家餐廳的那個雞胸肉是一片一片的 非常嫩 然後再加一個那個墨西哥辣椒 非常美味 我幾乎都點那個 所以點外送還是會健康這樣? 因為就是如果吃 就是那段時間需要那個 稍微控制飲食的話 我就會點那個雞胸肉 不然就是某一家牌子的那個健康便當 因為我試過很多家 就那一家最好吃 那一個月可以花多少錢在餐廳開場嗎? 我不敢算耶 因為真的很多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是一個不在購物的人 所以我現在唯一的花費就是吃 所以就是每天然後三餐 然後有的時候還要請朋友 所以這樣算起來應該真的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所以還好我有代言到 不然我真的會心有不甘啊 所以你都可以付費嗎? 沒有這種事 甚至連服務費都還要收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因為都不是會跟你說 要不要那個別忘了給小費和那個評分嗎? 然後他們下面就會說 今天幫你送的是鑽石送貨員 然後就會有他的照片 然後我就想說是鑽石的 那應該會很快就到達什麼的 然後反正突然我電話就那個響了 因為我就想要評分什麼的 然後就看到那個送貨員說 你好 請問你是S姐嗎? 我想說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就說我是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因為我看地址還有你的名字 有本名嗎? 對啊 因為有些藝人會是很優先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嗎? 因為我不太會用3C的那個東西 所以你會本人去收餐嗎? 本人去收餐 對 還有他們被嚇到 哇 今天是一定這樣 不能弄餐 還是有看到很帥的外送嗎? 就是那天那個鑽石送貨員跟我對話的時候 就有稍微看了一下他的照片 上台還滿可愛的 可是也不可能因此就產生什麼 也都要婚外情吧 因為UberEats嗎? 要合照 這倒是沒有耶 對 那你會給小費嗎? 每一次一定給 而且就是給那個最高小費 然後評分一定都會 就是會寫說很有效率 然後什麼快速送達之類的 因為你說他們就是工作很辛苦啊 在那嗎? 現在要怎麼東西